生活上声音无处不在 孩子的笑声 电话的零声 路上的车声 树上的着声 厨房的祸声 统统可以影响我们的身心状态 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 人际间的相处和交流 都需要声音 作为其中一个沟通的媒介 懂得善用 世界就会变得更美 当你听到这把声音 心里面可能会联想起 我是谁 我是牙练舞 我与声音的故事 可以在新一期的 《Mind and Life》《生活志》里面看到 《生活志》里面见到 演唱 音词 演唱 《生活志》 感谢观看